專業吃螺絲 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快點喔 怎麼講 講啊 這是我們的地點 男生選在那個 我們選的老屋 然後我們走的風味是 他原本的賣的東西是 日式的茶點 就是 下午茶 有點下午茶 和果汁 和果汁 然後各式的茶類 然後我們想要把它改變成是 京都風味的食飯烤肉 不是改變是我們想要增加 因為他都沒有餐點 對想要增加 然後 關於裡面的那個 裝潢格式部分 我們都會再改變 然後我們是茶菊自由式的 然後食材的部分就是 我們會根據可能 當年度的食材 比如說這個月盛產 這個月盛產什麼 然後可能就那種食材 可是豆腐 蚵仔年糕 可是麻糬 然後棉花糖 巧克力 然後還有 青菜 然後甜點部分啊 這是我們的特色 就是 豬打冰淇淋 我們是採用 自製式的 就是你可以選 我們會放很多容器在那邊 可能是 就是豆腐啊 然後 麻糬 或棉花糖啊 就是你可以選擇 裝冰淇淋的容器 然後看你想要吃什麼樣的 就是 想要用什麼樣的容器 去裝冰淇淋來吃 然後我們會 就是我們特別的啦 就是 這種就是 餅乾 特製的餅乾 可以拿來裝 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